上帝是在礼拜几创造人的呢? 礼拜五 为什么是礼拜五呢?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节说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 七日的头一日是耶稣复活的日 是我们敬拜主的礼拜天 另外一方面 创世纪第一章三九六节 也这样说 没有更就有了更 这是头一日 另一方面 创世纪一章三至六节说 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是头一日 上帝说 没有更就有更 这是头一日 头一日是礼拜日 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是头一日 头一日就是礼拜日 那第二天就是礼拜一了 第二天就是礼拜一 然后按照这样推算 第六日造人 所以是礼拜五 按照这样的推算 第六日 上帝创造人应该就是礼拜五 对不对? 对不对? 平时我们很少这样去思想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耶稣受难日是礼拜五 耶稣受难日是在哪一日呢? 你说会位就是礼拜五 就是礼拜五 为什么说礼拜五呢? 为什么说是礼拜五呢? 因为受难日叫做Good Friday 好日礼拜五 因为受难日叫Good Friday 就是星期五 为什么是好的礼拜五呢? 为什么是好的礼拜五呢? 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 在礼拜五 受定时的十二日 一完成了县借工作 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 是在礼拜五受死定在十字架上 他完成了献祭的工作 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 用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 这是一个救赎的日子 各位这样看来 各位这样来看 地上第一个星期五是人类的生日 我们顺便说这些离空离死 那个垂青 垂青叫什么离 垂青 垂青还是礼拜五呢 顺便讲一句 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正月初期 人日 人的生日也是在礼拜五 每年没听到 每年都是这样的 并不是每一年都是这样的 在人类史上的头一个礼拜五 上帝造人 上帝就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但是今天这个礼拜五呢 我们确实发现 人类的生日 纪念日 确实上帝的惊愿日 今天的这个礼拜五 我们却发现 人类的生日 纪念日 竟然成了上帝儿子的受难日 因为人没有定头生 上帝的惊愿日就得到死 因为人要重生 上帝的儿子 就必须要死 在礼拜五 上帝将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无论是创造的日子 还是救生的日子 上帝的听 就是礼拜五 让我们显明了 无论是创造的日子 还是救赎的日子 上帝的爱 在礼拜五 向我们显明了 今天我们要接到这个 正道经文 约翰福音19章17到33 来学习圣经里面 受苦和生死命的功课 第一个功课是 第一个功课是 耶税 祝福音19章17节 他们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去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 西伯来文叫哥哥他 亲爱的朋友 看啊 头这个小难追 主耶稣八六十二家 这面对我们走来 弟兄姐妹们 看啊 在第一个受难节 主耶稣背着十字架 向我们迎面走来 他要往哪里去呢 他一步一步走到 各国他就是独牢队 也就是死队 他一步一步走进哥哥他 就是骷髅地 也就是死地 哥哥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面 是处西罪林的所在 那个所在冲牙了死人的骨头 哥哥他在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的城外 是处死罪犯的刑场 这地方充满了死人的骨头 传统上认为 哥哥他就是现在的 圣母大教堂的所在地 你如果有去 基督教的杀基教父 额利根 他就记载 因为基督教的早期教父 额利根就记载说 传说人类祖先亚当的这个头盖骨 就埋葬在哥哥他 头盖骨的另一个名字 就叫做骷髅 所以哥哥他也被称为骷髅地 兄弟姐妹 这世界受创造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对阿当犯罪了 罪进了了世界 罪的关系 乃是失望 弟兄姐妹们 这世界被创造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之后 罪进入了世界 罪的公家乃是死亡 所有人都是 吃醉必定死的人 人生就是亲情的一个 失望的流行 人生看起来好像是无忍望 所有的人都成了必定死的人 人生就像一场死亡的旅行 人生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 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 兄弟的女孩 夜所来的 他背着他的十二级 来到世界的国家 来到这个世界的 头盖骨所在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了 他背着他的十字架 来到世界的哥哥他 来到头盖骨地 他没有在这里失望 他没有 用于 为这个世界 一切的罪悦来死 他生年 丹重了我们的罪悦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他要在这里受死 他要为这世界一切的罪恶去死 他承然淡淡了我们的罪孽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所有一切罪是没有为所有必定死的人 来重新吃罪有灵的活人 为要让一切必死的人 都重新成为有灵的活人 这样的救恩是对一个现阶 一段现阶开始的 这样的救恩是从一场献祭开始 耶稣是祭司中的祭司 耶稣基督和旧约的祭司最大的不同 在于他是上帝的羔羊 他不单是自己是那羔羊 更是那最美的大祭司 他是那个现阶的人 当时他就是那个现阶的祭密 他不单是那献祭的人 他自己也是那献物 现阶的人将解决 作为借密 感心 现阶的人将解决 作为这个威祭 献祭者带着自己作为祭物 甘心将自己献上 所以这个约翰学院 第十经十八经 这样说 没有人得起我的名 是我解决策的 我有关决策 也有关驾斗登 这是我对我被所受的命令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 耶稣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是什么时候 这样解决是 那个上帝的羔羊呢 耶稣是几时知道 自己是那羔羊呢 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 不过马太后院二十六千三十六战 那是亚苏 云前走 拍地拍地来 祈祷我的伯 若是苦行 求你将这杯 离开我 总是不能教我的意思 只要教你的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他就稍往前走 俯父在地祷告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要很认真地来思想这句话 对这个克西玛林园的记录里面 主要说 他已经知道 解决没有受苦 解决就 喝入天杯 上帝为有病的苦杯 从克西玛林园的记录里面 主耶稣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受苦 需要喝下天父上帝 为他预备的苦杯 他算得顺合 他算得受苦 他算得解决 一杯十二级来到这个冲淡 罪恶和失望的各国他 他选择顺服 他选择受苦 他选择自己背上十字架 来到充满了罪恶和死亡的各个地 他所做的是 要成全天杯上帝的情供家 不然是要求犹太人 也包括外帮人 甚至包括他的敌人 他所做的 为的乃是要成全天父上帝的拯救计划 他不但要拯救犹太人 也包括外帮人 甚至包括他的敌人 也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你 包括我 也包括了你和我 您听到我说话语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些的参参 但是我不能参 但是各位 世人确实不爱救恩 甚至基天主要所有的痛苦 在今天这个正道经文 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情形 但是各位 世人确实不要救恩 神自家天主耶稣的痛苦 在今天的正道经文 我们就再次看到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来思想第二点 这个不理的世人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第二点 就是不义世人家天痛苦 亲爱的朋友 各个他现场是一场献祭 也所作为大祭司 将自己献祭 这本来已经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哥哥他现场是一场献祭 耶稣作为大祭司 将自己献上为祭 这本是已经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不义的世人 确实有缘多天 他的痛苦 但是不义的世人 却仍然加添他的痛苦 首先我们看到两个人 跟亚索当顶 十二家那两个人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首先我们看到两个人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在马太和马太 他们看来 他们是共都 在路加看来 他们是犯人 在亚紳学院里面 全家看到的是两个人 两个普通的人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我 在马太和马可 来看 他们是强盗 在路加来看 他们是犯人 在约翰福音里面 作者约翰看到的是两个人 两个普通的人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这两个人是任何代表 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钟 一个人在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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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是人类的代表 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一个在嘲笑耶稣 另一个在盼望耶稣 各位 所有的人 都在面对死亡 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钟 有两个人 一种是吉祥耶稣 一种是阳枉耶稣 各位 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死亡 都有两种人 一个是嘲笑耶稣的 一个是仰望耶稣的 这时钟我们没有到我们的心 没有解析 我们是哪一种人呢 我们是在笑耶稣 那我们这个时候 蒙心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是哪一种人呢 是嘲笑耶稣的 还是仰望耶稣的呢 第二方面 十字架的现场 增加耶稣痛苦的 不然是那两个嘴烦 我们也会看到 两个真高贵的人 其次 十字架的现场 增加耶稣痛苦的 不仅仅是钉在十字架 两旁的那两个犯人 我们还看到两个高贵的人物 这是犹太人的祭司长 这是罗马总督彼拉多 一位是犹太人的祭司长 另一位是罗马总督彼拉多 如果您是真正的贵人 你会知道这两个高贵的人 他们所罪的罪恶 甚至比那两个犯人更严重 如果你看今天的这个经课 你就会发现 这两位高贵的人所行的这个恶 比那两个犯人来得更大 他们是真正的太人犯 他们是真正的杀人犯 不仅是两个高贵的人 这十二个现场 还有四个兵丁 不只是这两个高贵的人 在十字架下还有四个兵丁 他们是兵拔和武力亚索的人 是代表了婆婆通通的人 每一个四人在台式亚索这件事上 都是有分 这四个兵丁 他们是鞭打羞辱耶稣的人 是代表普普通通的人 每个世上在杀死耶稣的这件事情上 都有分 他们不但不仅没有这个怜悯 甚至连基本的这个罪恶感都没有了 甚至在这十二个现场之外 吃喝 起来剃头 在这残忍的十字架现场 他们不只没有怜悯的心 甚至在那里吃喝 坐下来吃喝 起来玩耍 他们把耶稣的衣服赞为己有 抽签决定由谁来得到他的礼仪 甚至耶稣没有死之前 嘴到的时钟 他们拿这草海龙来运草 百地五七草上 上到耶稣的嘴来 甚至在主耶稣临死之前 口渴的时候 他们拿海龙沾满了醋 绑在牛腾草上 送到他的口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冰丁和耶稣 喝醋是同情的 这才是没有减轻的 痛苦不死的 你们不要以为 这冰丁拿醋给耶稣喝 是同情他 或是想要减轻他的痛苦 不是的 因为路加福音 二十三经 三十六经 讲到真清楚 冰丁也悉人 怕醋喝 因为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三十六节说的非常清楚 冰丁想戏弄他 上前拿醋给他喝 这一幕代表了十二级顶的亚索 临受了极大减少和略体的痛苦 这一幕代表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忍受了极大的羞辱和肉体的痛苦 都都亲像这 伊西亚书国十三经三十案里说 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所说的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湮灭不看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四的冰丁也代表了四人 是真正灵谋 真正残酷 甚至连一幕都没有去看 亚索和他的十二节 独特对亚索有幸福的是他的三口 这些是利益的这个麻糟 暂时的快感 那些骰子 骰子 骰子 什么说 这四个冰丁不仅仅代表了四人的冷漠 甚至比冷漠更残酷 他们根本连一眼也不看耶稣和他的十字架 唯一对他们 对引起他们的兴趣的是 那耶稣的衣服 还有就是某种物质上 利益上的收获 满足和暂时的那种满足的快乐 亲爱的朋友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亚索感兴趣呢 亲爱的朋友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对耶稣感兴趣呢 我们是没有在到无极的好处 也是在到好的名声 也是没有在到永远的外名呢 你想要得到的是物质的好处吗 还是好的名声 还是要得到永恒的新生命呢 你信耶稣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 你若是为了这条新的外名 是这种 你若是在极天耶稣的痛苦 倘若你不是为了要获得新生命 那其实你也在增加耶稣的痛苦 你若是无愿意背起十二架来军队 也说 无愿意走受苦伯人的路 其实 那是真坚苦得到这个永远的死命 你倘若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不愿意走受苦仆人的路 其实要得到永恒的新生命 这是很难的 这是今天我们没有思想的第三点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第三点 第三 就是经历苦难 获得新生 就是经历苦难 获得新生 各位 这个约翰学院 这个十九九 二十八到三十十 的记载 这个廟室实在是让人真的怕去 最临终上帝的惊 定死 结果 竟然宣布 特有的事情都行 是真了 各位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所描述的 实在是令人惊奇的 罪人将上帝钉在十字架上 结果竟然被宣布为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 成了 到底成就了什么呢 耶稣的死亡成就了救恩 死亡在这里不再是终点 乃是一座桥 而且是一百切底的婉转 一场永远俗罪的献祭 耶稣的死亡成就了救恩 死亡在这里不再是终点 乃是一座桥梁 一次彻底的成全 一场永远救赎的献祭 耶稣经的苦难 无论超越人道主义的痛苦 他就相信 对天悲上的信心 给予的损活和完成 耶稣经历的苦难 不仅超越了人道主义的痛苦 而且上身为对天父上帝神圣计划的 完全顺服和完成 亲爱的兄弟姐妹 是不是给予的苦难 带来的新的死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十字架的苦难带来了新生命 耶稣受苦了 新的网名诞生了 耶稣受苦之后 新的生命诞生了 上帝竞选了四位 如生 如如站在这个十二级的面 上帝 上帝拣选了四位女性 站在十字架下的这四位女性 他们一直跟随主到十字架的现场 我们刚才看到十二级现场的大宝 在那里犯罪 罪恶 真是 家庭 亚索的痛苦 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现场的男人 在那里犯罪作恶 增加耶稣的痛苦 甚至亚索的学生 也差不多早了 甚至连耶稣的门徒 几乎都已经跑光了 但是十二级现场 有关有死的父路 但是十字架的现场 仍然有四位女性 因为亚索受难的原因 减净了罪的结局 那是死 他们因耶稣受难的缘故 见证了罪的结局就是死 这四位女性 也将在三天之后 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见证这末后的亚当 怎么样胜过死亡 给人类带来新生 他们 他们也从此获得了新生 因信得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受苦之后 教会诞生了 我说 我愿意十九经二十五日 这样说 站在十二家 叶双十二家边 有她的老母 和她的老母的子妹 并结立 鸽罗巴的 鸽罗巴的 没带领的玛丽亚 这四位俘虏分别代表了 俘虏的四款新婚 老母级别 切主和俘虏 这四位女性分别代表了 女人的四种身份 母亲 姐妹 妻子和女人 这四款新婚代表了所有的俘虏 这四种身份代表了所有的女人 圣经里面相信以俘虏来比喻教会 圣经如果说 圣经常常与女性来比喻教会 那么这四位女性就是代表基督教会的开始 也就是福音历史的开始 那么这四位女性就是代表基督教会的开始 是福音历史的开端 亲爱的兄弟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受苦之后 新的家庭诞生了 耶稣福音历史的19周26到27周 这样说 耶稣经到母亲和他所听的那些学生 站在旁边 就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女孩 又对学生说 看你的老母 对那些学生就接他到 给他出来去的 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耶稣所听的学生 和耶稣的老母 造成了新的基点 耶稣所爱的门徒和他母亲 组成了新的家庭 上帝的基督来开始了新的创造 一种这个悔然的关系 重新做到这个基督的根基点 上帝在基督里开始新的创造 他将血清关系重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这方面这个悔然的关系 是上帝所属的 这个基督当然有关存在 建立在血缘的关系上 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生物学的根基上 一方面 血缘的关系也是神所赐的 另一方面 只有这个基督来 才有变成这个天下的根基 和这个华主的转弯 另一方面 家只要在基督里 才能够找到爱的根据和活水的泉源 请由这个马可福音三周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正如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了 谢谢亲爱的朋友 反而是尊贪上帝旨意的人 对 这样就是上帝出来的人了 是的 亲爱的朋友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从此就是上帝家里的人了 请问你是上帝家里的人吗 请问你是上帝家里的人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吗 亲爱的朋友 经历了苦难 才有心死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经历了苦难才有心生命 当你庆祝你的生日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在纪念 你老母的受苦 当你庆祝生日的时候 其实是在纪念 你妈妈在生产的时候 所受的苦 老母经历了苦难 抵抗日子有变身的这个世界 妈妈经历了生产的痛苦 以至于你能诞生 在这个世界上 老母的痛就是 在你生日的时候 用你显明了 母亲对你的爱 就在生你的时候 向你显明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礼拜五是上帝創造的日子 也是救赏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礼拜五是创造的日子 也是救赎的日子 主耶稣经历了苦难 到我们有变得新的死命 天悲上帝的痛 就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让我们显明了 主耶稣经历了苦难 以至于我们能够获得新生 天父上帝的爱 就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 在今年的受难罪 我没有挑战你来思想 会面这三个问题 所以亲爱的朋友 在今年的受难日 我要挑战你们思考 以下的三道问题 老师 耶稣已经退世人受苦 你是不是愿意 赚到医来得到新的死命呢 首先 耶稣已经为世人受苦 你是否愿意借着他 获得新生呢 第二 你是不是愿意 为主受苦 背去改革十二架 来军帝亚双呢 第二 你是否愿意 为主受苦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呢 第三 你是不是愿意 努力对救灵命生中 转力尽到万全的地步呢 第三 你是否愿意 努力追求灵命成长 接力尽到完美的地步呢 在 三来的一分钟 耶稣 对这三个问题 主要来追求会员 也会让 为你怕这些灵修的信息 天边上帝 发出感恩和欧路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 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 来做思想 来向主耶稣做出回应 我们也可以为着今天所领受的信息 向天父上帝 发出感恩和赞美 我好想念 好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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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赴到十二阶顶的救恩 今天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感谢你 担任我们在十二阶的勇猛 你为我们受苦 并且赢到你的恩殿 我们有变三日后 来庆祝你国外的圣礼 每国都 每天 都要给你 向基督圣名基督 阿们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将耶稣赐给我们 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 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使我们靠着十字架上的恩典 今天能够来到主你的圣殿 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 在十字架下 仰望你为我们受苦 并因你的恩典 能在三天后 庆祝你复活的圣礼 愿国度权柄和荣耀 都归于你 奉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